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玲 歡迎來到小玲LINS LIVE的YouTube頻道 大家見過的好嗎? 那我們今天呢 晚上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我們現在人在 就是屏東的公園這邊 然後 我們今天呢 屏東公園這邊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 聖誕燈會 應該可以這樣講吧 聖誕燈會 所以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走走看看 然後如果裡面等一下聲音太大聲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切 切換成就是背景音是靜音 然後我事後再錄上去 好的 現場的聲音真的是太大聲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我當時收錄的聲音完整的 就是呈現給大家 所以我用後製錄音的方式跟大家 一一介紹 像我們眼前這個就是 就是這一次聖誕燈會的主視覺 它是一個類似乘風破浪的一個感覺啦 也是類似這次 屏東聖誕燈會的主燈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 它旁邊好像還有一個 這次屏東聖誕燈會的節目表吧 很多人在看 那這一次的 聖誕燈會呢 它 有提供一些人造雪下雪的這個時間 然後大部分都是在五六日啦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來的話 可能五六日可以帶小朋友來這邊 就是一起玩人造雪 然後我來的時候人造雪已經噴完了 所以 大家如果想要來的話也可以先調查好 就是它確切的噴雪時間 而且很多小朋友在舞台上就是 跳上跳下的 就是很High啊 提前過聖誕節的感覺 因為今天 這個拍攝時間呢 才11月27號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這個就是燈 真的非常漂亮啊 每一年就是只要在這樣的一個大型拱門 它都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這個燈飾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棒的這個 就是很適合拍照 然後 也很適合就是大家就是晚上吃飽飯啊 沒事可以過來走走的一個很棒的點 好 然後 今天因為是第一天 所以超多人在這邊就是 拍照啊打卡啊之類的 然後又看到很多學生下課放學了就趕快衝過來 看第一波的燈飾 我是覺得蠻好看的 尤其是在這個 就是 藍綠霓紅燈這個大道上面 我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現場這邊好像還有一些就是 類似街頭藝人街頭小丑 聖誕小丑在幫小朋友摺氣球 所以很多小朋友在排隊 家長也就一直跟著排 對然後 我是覺得 如果我是小朋友的話看到這樣的一個氣球 我應該會很開心吧 對 大家也可以 在影片底下留言 你有沒有拿過這種 造型氣球 我是拿過蠻多次啊 在我小時候的時候 通常都是以寶劍啊 或是小狗居多 折成寶劍或折成小狗居多啦 OK 那大家 也可以去在底下留言 你看你通常都是拿到什麼樣的造型氣球比較多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二個 算是燈會的主視覺吧 算是一個在湖中設立的一個很像兩個 那種 圓形飛碟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會 藉由這個水面的倒影 散發出這種 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光影變化 我覺得是還蠻好看的 好然後我們繼續呢往前面這邊走 接著往這邊走呢 可以看到下一邊下一個就是主視覺是 耶誕老人的一個主視覺 我們往這邊走也是一樣超多小朋友的 不知道 這邊有什麼樣的活動可以讓小朋友排隊 然後去遊玩 我們走近一點看好了 好這邊好像是一個 耶誕老人跟那個巡路的感覺啦 然後 他底下這邊好像是軌道的樣子 所以 有些小朋友可能在排隊排的是 坐小火車 我在猜 應該是這樣子 沒有錯 對 好我們走過去看一下 真的超多 家長啊 小朋友都已經在排隊 應該是坐小火車啦 OK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因為前面好像還有一些 還蠻特別的一些 主視覺燈光秀 我們繼續看一下 我可以看到旁邊這邊 也是很多人 然後他這邊屏東縣政府 他特別有在一些樹上面 綁上很多螢光燈 我是覺得蠻漂亮的啦 就是 就是很有 聖誕節的氣氛 只是我有時候會擔心 就是樹會不會沒有辦法承受這麼多顆螢光燈的這個溫度 然後他裡面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 樹的一些細胞啊 或是一些 樹的生長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生長的這個 條件或生長的情況 這是我有點擔心的 不過我可能是多慮了吧 OK 好接下來我們來到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燈光秀的主視覺 這個主視覺就比較特別啦 我不知道他是在 在講就是做做什麼樣的呈現 只是 就好像這個一個 同心圓的感覺 然後他都被 就是 所以很多燈光這樣包圍的一個同心圓的這種放射狀的感覺 我不知道他想要呈現的是什麼 但是一樣很多人在那邊照 照相打卡 OK 所以 帶大家走走逛逛看一下 好 然後我可以說就是 當天啊其實 第一天來的時候我是覺得真的很多人 我建議大家 平常的時候 挑一到五 因為這個這個展覽 這個燈光秀 他到明年的3月 2021年的3月 都還有 所以我是覺得 應該大家也不要 就是挑到假日 如果平日想要來的話我是覺得蠻推薦的 因為 假日真的太多了 我之後平日應該也會再來一次 對 然後我們現在走到另外一邊的 這個 燈光秀的另外一個展場 看起來前面好多人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活動 這也是一個拍照很好的點 它是一個 那個霓虹燈做的那種 一閃一閃亮晶晶那種 拱門 我幹嘛在唱歌的歌詞好奇怪 OK 所以這樣一個拱門的造型一定也是適合很多 就是拍照打卡的人來這邊取景啦 OK 然後我是覺得 這個氣氛 比前面的那個藍色大型的這個拱門還來得好 因為這樣有種滿天心的那種概念 我是覺得蠻漂亮的 對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非常多人 在後面呢在後面有一個大型的這個 類似聖誕老人的主視覺嗎 我們往前面看一下好了 然後好像有看到一個小丑的樣子 對這應該是 就是也是街頭藝人吧我在猜 對沒有錯這是街頭藝人 對然後還有一個聖誕 看聖誕雪人和禮物的主視覺 不過 有什麼表演嗎 大家都圍成一個圓 在看誰的表演嗎 我們往前面走一下好了 這個主視覺是還蠻漂亮的啦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都要看誰呀 是歌手嗎 還是 好像是一個 你是街頭藝人嗎 不太清楚 好像大家都在照他 嗨 喔 他是屏東縣的縣長啦 潘孟安 對他今天應該第一天來這邊 認識開幕剪裁的感覺 不得不說這個縣長 還蠻有就是 還蠻有人氣的 大家都覺得他做得還不錯 還蠻喜歡他的 而且 他也 就是很懂得使用這種網路社群媒體 所以 年輕人應該對他來想 評價到還不錯 對這是我 我個人的想法啦 所以大家都搶著想要跟縣長拍照 所以 這邊是另外一波的人潮 縣長帶領的人潮 好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我剛剛講的就是用那個 螢光的這個霓虹燈呢 圍住樹的這個場景就在 我們的右手邊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很多樹 所以我在擔心說這些樹會不會沒有辦法承受這麼高的溫度 會不會裡面就死掉之類的 不過我想 應該是我多慮了 OK 好 我是覺得蠻漂亮的啦 只是覺得 這麼多螢光燈纏在一起 會不會 就是 對樹來講 太熱了 對然後 這邊這樣看起來很漂亮 而且 我是覺得說 很適合就是 全家人或是情侶或朋友一起過來 散步走走的 對 這是一個很棒的點 就是難得 在這麼炎熱的屏東有這麼 特別的這種聖誕節 可以來看 好 然後 右手邊這邊是 北極熊的這個主視覺 好 可以看到很多北極熊 然後和螢光的燈柱 超多人在拍照的 OK 我是覺得這個北極熊好像去年有出現過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 錯 那個記憶的錯覺 感覺去年好像就有看過他了 對但是 不要緊 就算看過了一年看一次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好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再來應該 應該還有一些就是 主視覺沒有被我們看到吧 看到的吧 OK 所以繼續往前面看看囉 喔前面這個藍色的靈光燈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一個就是類似 好像是 地球儀嗎 不太清楚 我們等一下走過去近看好了 對看起來像是地球儀的東西 好然後我們繼續看一下這個是 屏東 屏東的這個 霓虹燈字樣 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點啦 畢竟 就是屏東就是 燈會的所在地嘛 所以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主視覺 也是蠻多人在 拍照的 OK Pintone OK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看完以後我們繼續前往下一個點喔 這時候拍照我真的覺得很考驗就是手機的夜拍能力啦 像我這支是iPhone iPhone 11 Pro Max iPhone 11 Pro Max 所以我是覺得拍起來還好 對OK 不會說有太大的炫光 可能有時候炫光真的是受 現場的燈光環境所影響吧 再怎麼樣都不能怪到手機的意思 好啦 OK 這是題外話 我們這集 這集沒有在討論手機 OK 所以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等一下我們應該會走到那個停止上面來看看 對因為這個停止好像有一個 就是主視覺沒有被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再繞過去看一下 好 上面這個不得不說啊就是這次的燈會 就是 屏東縣政府做了很多很多就是事前的宣傳 因為很多活動如果沒有宣傳的話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好他這次在Facebook啊 或是 Line啊 都有做很多就是 群組的宣傳 還有公告 所以很多民眾都 已經期待這一天期待好久了 所以開幕的時候 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潮 我覺得 這也是 還不錯的 地方啊 提早透過社群媒體做 一波的宣傳 OK 讓這個活動呢 備受關注 這個看起來很像是 平衡儀吧 我也不太清楚這是什麼 不過 就是他旁邊再搭配一些就是 閃爍的霓紅燈 看起來 跟聖誕節 不怎麼相關 但是還是很多人在拍照 OK 好啦 我沒有要酸他的意思 我只是覺得我看不懂 對 好我們繼續往下面走 那邊有一個 屏東的聖誕節的這個燈飾 可是超多人在照 就是照 這個 取景拍照的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嘴巴打結 沒有辦法講出來 所以我看看能不能 拍好一個全景給大家看 不過蠻多人在拍的啦 OK 用廣角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對 就是一個屏東的聖誕節意象 我覺得在屏東過的聖誕節很特別喔 就是 你不會覺得很冷 對 也許12月還沒到吧 可是我覺得 在屏東的冬天 基本上 不怎麼冷 接著我們要進去這邊 因為我看起來 這一間好像是一個展覽 不確定是跟聖誕節有關 但是我們就 往前面走看看好了 看看裡面有什麼展覽 這個是屏東聖誕節的海報 OK我們進來看一下 這個展覽是展覽什麼東西 好像是一些手工藝品吧 還是一些作品 喔他是那個啦 原住民的一些特展 剛好可能他展的比較晚 所以他有繼續在做展出 但是基本上他跟這個 屏東聖誕節的燈會 沒有太 沒有什麼相關 OK就是一個 原住民的 可能 成果 成果展吧我在想 手工藝或是一個 課程結束的成果展 好那我們就走出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海報 我覺得蠻特別的 他可以轉喔 這個 算是一個 可動的海報 還蠻特別的 設計的很好 好的那我們今天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啦 我們走 稍微講個遍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喔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 小鈴釘斯Live YouTube頻道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OK拜拜 謝謝大家